重大消息!一艘2000吨战舰被伊朗飞弹击中,没怒斥中国打破国际规则。 伊朗号称中东之虎,就是因为伊朗有助刚强的性格,不惧怕任何一个国家,包括美国,就像是最近一样,虽然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制裁,对此打出了战争擦边球,但是伊朗方面似乎没有丝毫的胆怯,反而在美国的打压之下,越来越强硬。 赞助商链接 笔者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对伊朗发动战争,因为伊朗拥有数以万计的弹道飞弹,还装备核武器,一旦和伊朗干起来,美国一定会损失惨重。 伊朗虽然在空海两军非常的不济,但是在飞弹领域上,绝对是世界顶尖级别的,尤其在模仿能力上,似乎成为了伊朗的杀手锏。 凡是经过伊朗手中的飞弹,都会出现山寨版的伊朗飞弹。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的C801和C802反舰飞弹。伊朗在引进该飞弹以后,很快就出现了一批伊朗版本的C801和C802反舰飞弹。 值得一提的是,伊朗已经将模仿出来的C801和C802反舰飞弹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。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后,居然遭到了大批飞弹的袭击,就在一瞬间,这艘2000吨的巨舰被熊熊大火包围住,而且还发生了数次爆炸,最后该巨舰是陈大海,由于沙特是美国的小弟,所以美国表示并不开心。 后来美国表示,基陈沙特护卫舰的飞弹是来自伊朗,对此,美国怒斥伊朗这些飞弹严重影响到附近船只的航行,而且美国还将责任直接怪罪到中国头上,还大呼中国打破国际规则, 只因这些飞弹与我国的C9802反舰飞弹十分的相似,看到这相信所有居民应该知道答案了。 赞助商链接 虽然伊朗模仿山寨版的C802反舰飞弹,没有原装的厉害,但是在中东地区绝对够用。 再说了伊朗临近河姆兹海峡,随随便便部署这些飞弹,足以对付外籍船只,总而言之,伊朗手握大量的反舰飞弹,弹导飞弹以及核武器,这些足以伊朗肖傲中东。 请不吝点赞助商链接